大家好 我是陈寗 这个从门外走进来是一个蛮有趣的做法 所以今天我们又从外面走进来 但其实这个呢 也是要等一下会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你看喔 他的喇叭是在门旁边 不过呢 这个等下再讲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今天呢 这位 brother 呢 他的音响完全装好了 那他装好之后呢 我就仔细听了一下 我发现他家的这个摆位 其实还蛮有趣的 为什麽 因为呢 第一个我们先看 他的这边的喇叭 就是右边的喇叭这边啊 他旁边是墙 然后他的墙上面呢 是一个很漂亮的圆弧 这个地方有没有 是这样子 圆弧上去的 可是呢 他的另外一侧 我们没关好 好 却是直角的 却是直角的 所以在听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边的天花板比较矮 他的整体的低频跟中频呢 会比较多 听感上呢 这边会觉得 这边满满的都是低频 可是呢 这边 听起来好像没有低频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说 为什麽 会这样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他的天花板形状造成 这边的天花板比较低 比较矮 所以那边呢 本来低频就会比较多 第二个 就是他的组合呢 其实是用这个 最近很熟悉的 OLARIC 的 OTAIR G2.1 搭配 Accuphase 的 A75 等于呢 他的后级是一个旗舰后级 那搭配的又是低频 特别多的 FINE 的 F1 系列 所以呢 他的低频呢 自然而然听起来就会 哇 排山倒海 听起来很多很多 整个满满都在低频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百味重点 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解决这边听起来低频太多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解决这边听起来低频太少的问题 那你会说 这感觉不是同一件事情吗 但其实并不尽然 你如果是像沙隆那样的空间呢 你只要解决其中一边 另外一边其实就跟着解了 可是这边不一样 这边的声音 跟那边的声音是本质上有落差 你不用用频补量 用耳朵听也听得出来 这边低频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我今天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那 我们要先解决哪个 先解决这边听起来没低频的问题 那所以你看喔 这个地方 有投影 可是 那个地方 却没有投影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原因 就是 我们来看这里 你看 他的沙发 他的沙发刚好在喇叭前面 有没有 那另外一边是没有沙发的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呢 就是家裡是802 D3 的那位 brother 就是他家很大很大 客厅很大很大 厨房很大很大的 那个 brother 家 他家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的喇叭的正前方 就是沙发 那喇叭正前方就是沙发 就很容易出现低频被喇叭吃掉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就相当于在喇叭前面放了一个很大的吸音棉嘛 所以喇叭一出去 他的低频就 全部都被吃掉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直接做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 投影 把这个喇叭的单体呢 这个出来的方向 直接往 听的地方 转过去 同时呢 他的喇叭出去的这个直线呢 也可以避开他旁边的沙发 那这样子这一支喇叭 在你坐的地方听呢 他的能量感就会大幅提升 他的整体的低频的饱满度力道 还有他的中频的厚实感 都会提升很多很多 原本呢 你在听的时候 听这一侧 听起来声音好像朗朗的那种感觉 你这个转 每转一点点 他声音的饱满度就多一点点 他如果说你现在自己在家裡 你会发现说 我这样转 然后我再回去听 我就忘记了 那麽你可以请你的家人帮你转 你就这样子 你就坐在那边 一边听 然后 不要放古典乐 放古典乐的话 左右边听起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尽量用一些爵士的 比如说Diana Clove 或者是一些流行音乐的 比如说像那个 雨多田 雨多田我非常非常推荐 拿来测音响的这个百味 因为雨多田的音乐几乎左右声道都是一样的 所以 你比较不会有说什麽 左边跟右边音乐不一样 比如说你如果用 建龙蟹甲裡面的赵子龙 赵子龙左右边声音完全不一样 一边有波弦 一边没有波弦 那你怎麽测音响 对不对 所以你尽量用像爵士 或者是流行音乐这种 他左右声道听起来都很接近的音乐 你才有办法去判断说 是这边听起来朗朗 不是因为音乐本质的问题 而是喇叭这个百味上造成问题 然后呢 你坐在位置上 请你的家人慢慢地转 这样子慢慢地往内转 往内转 转到会刚好有一个角度的时候 你听起来声音是最饱满的 通常那个时候也是喇叭的单体 正对你的时候 那这个呢 就是在那个音响的说明书裡面 常常写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那个大三角形摆法 就是把这个单体直接面向你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像他这里有这个前面有沙发 前有沙发 后有直角墙的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解决这里的中低频的 不够扎实的问题 但是你说这样会不会有缺点 会 他听起来的缺点呢 就是这边的音场呢 通常会变窄 因为你这样慢慢转的时候 他的音场就会这样慢慢地往里面缩进来 所以呢 他的低频就会 不是低频 他的音场就越来越窄越窄 可是呢 在他们家昏蓝天成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喇叭 他上面是天花板的关系 所以 他其实这里的声音呢 本来音场就没有宽到哪里去 所以呢 你会看到 我这边喇叭是完全不投音的摆法 但是 我喇叭又往墙壁里面推 这个时候就出现 刚刚讲他们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刚走进门的时候 是不是一走进来 就是喇叭 在这个时候呢 再走一次你就会发现呢 这样走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危险 如果你今天是抱着一包菜 你的菜就会 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还以为家门不太好关 对 你看啊 这样关 用力也很残忍 就不小心就一举撞到喇叭 所以呢 自己的喇叭 虽然我可以说 把他往前拉 让这边的喇叭大声一点 来校正他音场 可是呢 基于生活上的理由 这支喇叭不能拉太出来 所以刚刚我跟我助理在调这支的时候 让他看一下 这样会不会就进不了门 要不然你这个喇叭好吗 把他往前拉 整个屏的往前拉 都不要投影 往前拉 拉到这个声音的音场 刚好校正到中间 结果这支就站在这里 这里就是喇叭 那你进门每次都要这样 大概一个月你老婆就会叫你把音响卖掉了 所以呢 我常常讲这喇叭呢 其实还是要跟生活 去做一个平衡 就是这样 你这喇叭总是要注意他放的位置 那 所以呢 刚刚基于以上的理由 就是你走进来门要 注意这个好轴啊 什麽的 还有刚刚天花板的问题 所以这支喇叭 不能再往前拉 就只能用投影 来解决他的整体的声音的音量啊 他的那个结像啊 不正啊 的问题 全部靠这个投影来解决 而这边呢 我们就 不投影了 反正这边的声音已经够饱满了 听起来够大声了 那这个地方 就维持不投影 并且用 往后退 往外拉的方式 来降低这边的音量 你说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当然还是有 因为这支喇叭呢 实在太靠墙了 所以他的低频 听起来 又更多一点点 可是呢 刚刚非常有趣的 这也是我常说音响 不要做键盘高手 一定要实际现场听 就是因为 刚刚呢 会觉得说 这边喇叭往后推 往那边拉 因为离这个墙比较近嘛 应该这边低频听起来会变多啊 结果 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他 往后推往外拉 结果这边的低频呢 听起来反而变得比较少 再加上那边的声音 就是 往toll in 直面对听的人的位置的时候呢 他的整体的低频 听起来 那个像我刚听那 余多田的One Less Kiss 的时候 他的低频的那个鼓声 就是非常精准地在这个地方 蹦蹦 蹦蹦 这样子的低频 就一个在这个地方 余多田大概在这个高度唱歌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 在台湾 因为台湾还是比较地狭人稠一点 所以呢 这个房子 在转红的时候 你就算是完全为音响而设计 其实还是常常会出现一些需要折中的地方 你喇叭没有办法刚好放在正中间 我最近呢 我都在看越南的音响店的报道 我就觉得 越南这很厉害耶 越南不管是音响店或者是音响玩家 那家裡的大 都大的像是小音乐厅一样 而且呢 越南音响玩家很疯狂 我们家裡有一对旗舰喇叭已经很棒了 人家不是 人家都是可以有两对以上的旗舰喇叭 把两套以上的音响 前面Golman 后面Accuphase 然后旁边有乌优声的Audio 然后再放一个 B&W 的801 D4 这样子 放着 然后觉得说 越南的人家裡真的好大 怎么有办法这样放 可是呢 台湾这样的环境还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 你的这喇叭 在摆放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可以用一个非常标准的方式去摆放他 可是 很难啦 家裡真的要大到那个程度 又方整到那个程度 真的还是有点困难 你看像 我们之前的影片啊 那个鸚鸵 红色鸚鸵螺的Brother 他家很大了吧 他家看起来豪宅了 可是呢 你看他家一样有一边是窗 一边是空着的问题 所以 有窗户那边怎么样听起来低品都比空着的那边多 那这个时候也就一样要靠摆位去处理 所以呢 现在网路上总是在吵啦 一边说toe-in toe-in都是垃圾啦 另外一边说不toe-in都是垃圾啦 两个互相攻击说对方的说法不对 甚至公开说 那个对方的那个公式裡面 应该没有一个人会摆位 我觉得不要去吵这个问题 toe-in跟不toe-in就是看情况来用 像今天这裡 这边不toe-in 这边toe-in 刚好就是两个三头 各吃一半 跟你说像不能搞笑吗 但不会 好听就好了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这个 喇叭的摆位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我会强烈的建议你自己玩玩看 你的音响不用说 之前我真的有这样跟我讲 陈寗你那音响高级 F1系列才需要摆位啦 没有 你就算只是两颗小海螺 好啦 这样离谱了 就算只是两颗蓝牙喇叭 而且是那种 不是有些现在蓝牙喇叭很多 像 之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搭理的蓝牙喇叭 他是左右声道可以配对 那你在这边挂一颗 这边挂一颗 那就是两声道 其实 B&O 也有 即便是那样的喇叭 摆位 听起来都会有差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 有一对喇叭 是两声道的 而且可以前后左右 可以调整的 我都建议你先用他 去练习你的摆位 同时训练你的听力 这样子呢 你之后要买音响的时候 就会简单得多 也是这样啦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要来聊 当你想要升级音响系统的时候 到底该先从哪一个地方着手 到底该先换喇叭 先换扩大机 还是整套打掉重链 到底该怎么办 下次来聊